大家好,这一集分享一下美国学前教育网课情况4到5岁 我家妹妹从8月开始就在线上参加公立小学的TK课程 个人觉得进步很大,这次使路上课过程以及介绍一些作业类型 一集了 CONT dele, 参加公立网课 виpering了 那个哥尔贵受电话 黑戀呀,好 赊尔和柱是线尾话 其實, pianos 你喜歡 piano better 對你喜歡它, Vivian? 是它玩? 那是很棒 保持它 OK, boys and girls 你會用你的 directions 它會給你一個照片 所以你能看到 什麼它是 supposed to look like 如果你想要拍照 當你完成做的 然後送它 你可以 或是你可以 今天在1230 給我們 給我們 你的 Hibernating Bear Crafts OK, remember 如果你不存在 在家裡 就用什麼 你會有 去做 努力 OK,可以 看見見見 你的 Bears 炑鹽 很多把肉 kalian系it 蒜搏 切完 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数学就是把雪人身体数字放到相应的点数上面 这是做好的 还是数学 圈起和图片相应的数字 这是字母篇 把小写和大写放到雪人相应的位置 这是字母手写练习 平时也会在书本上练习的 数学练习数数 找出图案各有多少个 这是圣诞节 让孩子们自己装饰房子 这是要求把二字母的单词图片拉到框框里 这是把跟天气相匹配的小图连起来 数学练习 找出字母二 找规律思维游戏训练 从简单到复杂 这种思维游戏 我看见国内也非常重视 也很补片了 这是学校给每个学生配备的iPad 就是除了上网课 还有超多电子有声读物 供学生阅读 里面还有很多符合孩子年龄段的各种游戏练习 妹妹很喜欢的游戏 这是我们放在睡房的图书 大多数中文书 主要是睡前阅读和我们给它读的 平时它英文阅读比较多 所以我们睡前就基本都是中文阅读 毕竟中文非常重要的 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美国的学前教育网课情况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最后别忘了帮我点个赞 还有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每天更新 我们明天见 拜拜